文世界许云柳瑶,11月9日,银行股翘空下跌,截止当天五间收盘,银行股指数大跌2.55%,这是10月15日大盘出底反弹以来,银行板块首次集体下跌,不过当天盘面显示,在银行股大跌后,其他板块反而有所上涨,截止五间收盘,招商银行,平安银行,上海银行,宁波银行,跌幅超过4%. 监视银行,农业银行,工商银行等,均跌幅超过3%,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,11月8日,提出的银行给民企贷款任务是导火索,成为压款市场的最后一根刀草。 天封证券银行本息事料致命认为,银行股股指提升,得短期核心制约在于不良担忧,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上市银行不良压力将上升,对基本面造成影响。 不过,由于过去十年期待结构调整,房贷占比明显上升及不良出清,半轮经济下行对资产质量的影响,预计会相对小些,无需过于担心。 减税比贷款好,知名民营企业家曹德旺,在接受新京报财报时表示,短大长头是这次民企困境爆炸的导火索,但根本正接在企业家的头、脑。 民企负责任自身经营素质有待提高,比起解决融资的问题。 曹德旺这,帮助小微企业减税更重要,微博财经大V股市刀锋观点跟曹德旺一致。 他认为,民企业发展根本用不着特别刻意的去支持。 民企最需要的不是贷款,而是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竞争环境,是进一步放松管制,更现实一点。 对比贷款,民企现在更需要的是订单,是降低成本比如减税降费,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,给的多钱有什么用呢?将来不用还本付息吗? 他甚至担忧,某些激进的民企老板,可能会钻政策空子,趁机大肆敛财,利益是自己的,风险全都丢给银行,让全民买单。 疯狂过后,恐怕又是一滴鸡毛。 11月8日,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青提出,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一二五贷款目标。 微博大V,北京楼上,认为,银行股的下跌,是对银行和银保间会支持民营企业政策的一种断期反应。 理由很简单,如果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放盖力度,银行股良率上升是必然的,对银行业进冲击也是显然的。 破境银行股,值得注意的是,在9日下跌之前,破境银行股数量已经达到六成以上,共有18只个股最新市减率不足一倍。 大跌之后,28家上市银行,依然还是18家跌破境资产。 极致5间收盘,18家银行股价和净资产如下,江苏银行每股6.23元,净资产8.63元,夏同,南京银行7.02-7.64。 民生银行,6月17日9.17,北京银行68.02,交通银行5.848.38,华夏银行7.7412,55,杭州银行7.758.94,中国银行3.595.02,贵阳银行11.4812.22,匡大银行3.875.32。 普发银行10.7414.49,中心银行5.707.95,新业银行15.72210.63,农业银行3.664.43,工商银行5.336.12,建设银行6.717.37,平安银行10.4512.54,商汉银行11.5712.62。 实际上,自7月初以来,银行中心指数涨幅到13%,相对护身300涨幅超20%,银行板块在悄然之中走出较大的反弹行情。 要致命认为,外资、银行理财、I9之下的险子,或是未来数年A股主要增量资金,低估值高股息率标的有望持续受信赖,对银行股估值构成支撑。 无风险利率下行之下,较高股息率的银行板块配置价值凸显,尽管近期反弹后估值有所上升,但估值人偏低,具有安全编辑。 各股方面,他看豪迪估值股份行平安、光荡、新业,以及城商行南京、上海、明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